让我有机会成为一名母亲 因为一段不美满的婚姻 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爱我的孩子 所以造成我跟孩子的关系并不好 直到我再次的回转 回到神的面前 耶稣的爱再次的在我内心当中医治我 使我能够改变 也改变我的内心 让我能够好好的怎样跟孩子相处 所以在过去的这些年间 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改变了 因为有耶稣的爱 所以我很感恩耶稣在我生命里面 做改变的工作 也让我跟我孩子之间的关系 来做修补的工作 所以谢谢耶稣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在这里我要分享一些见证 在姓祖之前 其实我和我的儿子的关系不是很好 我们时常在沟通上会有很大的摩擦 还有很大的冲突 当姓乐祖过后 我就知道原来这个就叫属灵征战 所以刚性的祖过后 我时常鼓励我的孩子们去教会 参与一些组织学的活动 可是当时他们是非常的抗拒 可是今天的他们 却是非常的喜欢去教会 然后他们也很享受在教会的这个时间 而今天的我的儿子已经在敬拜团服侍了 很感恩 也谢谢在敬拜团里的大哥哥 大姐姐们 还有他的领袖们 那么的有耐心来教导他 我也在这段时间 发现他的灵命有成长 而且他所做的一切 他知道是为神而做 当他回到家中 他也态度也不像以前那么样 这么容易的不耐烦 虽然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冲突 可是我们会很快的回转 我们关系很快的修复 是因为我们都信靠神 我们相信神的介入 让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在这段期间 我相信是一个功课啦 神有他的美好旨意 只要我们继续的紧紧跟随神 虽然生活很多的重担 很多的忧虑 可是因为有神 所以我能借着神的爱 还有这些耐心来面对一切 感谢主 你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赞美主 很开心今天可以和大家分享母亲的心声 我相信做母亲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一个功课 感谢主 在这风格里 我必须待在家 除了每一天要准备三餐到四餐给孩子之外 还有我必须做教导的功课 还有就是我必须一个人出去外面去买食物 有时候 那个时候我非常的紧张 因为我必须把孩子放在家的时候 但是我相信上帝他会看顾他们在家 让我也不会去担忧 感谢主 也感谢主这段时间里 我还可以和我的孩子们 我两个女儿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一起敬拜 一起祷告 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一起来带着感人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我相信神 他很喜乐 当我们愿意 谦卑的来到他面前 像小孩子这样 来到他面前 可以跟他谈话 因为我相信神他要的是我们愿意花时间 所以感谢主 当然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愿意的 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 谢谢大家 谢谢上帝赐福于大家 Amen 哈喽 大家平安 在这祝各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当要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 还不知道要从何录取 但经过祷告后 上帝就把孩子小时候的一幕一幕 呈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们做父母的都是希望孩子长大后成龙成凤 我也是 我有三个孩子 但我的孩子都是由嘎嘎一手带大的 在孩子的童年中 妈妈给他的印象应该是很严厉的 很爱骂人的妈妈 我还记得每次我放工回来的时候 孩子听到妈妈回来 他们不是高兴地跑来 而是全部跑到自己的房间去躲起来 因为他们知道 等一下妈妈又不懂找什么事情来骂他们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他们的作业上 我的要求很高 我要他们的每一笔每一画都是要很整齐的 如果他们所写出来的不合我的要求 我会把他们擦掉 甚至把他们撕掉 让他们重新写过 当时孩子是在很惊怕跟哭泣中完成他们的作业 直到我大儿子在小学四年级逃学的时候 我当时认识了一位姐妹 她就介绍我们去那种Homeschooling读书 那时我孩子就在那边认识了耶稣 不久后我也在我家婆的带领下认识了耶稣 从那时起我的生命就被改变了 更有爱心 更会去体谅人 每天我会为家人祷告 尤其是三个孩子 感谢主当年逃学叛逆的大儿子 现在已经完成他的学业 出来社会工作了 我女儿是一个很独立很自我的孩子 当年一度为了爱情 想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 在一位弟兄的鼓励下 她说你们什么事都不用做 回去祷告 感谢主 我的女儿现在已经是大学四年级了 我的小儿子也在教会服事 感谢主 认识她是我们全家人最大的祝福 她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让我们在黑暗中看见光明 在洁净中看见希望 妈妈们 把孩子交托给上帝吧 哈喽弟兄姐妹们 平安 好快啊 路子过得非常的怪 又到今年的2020年母亲节 就要快到了 我来说一下 我今年 我非常非常的 感觉到神怎么能恩待我 恩宠我 在这段的期间 也过了好多好多的年 好多的这个的母亲节 我感恩 我孩子 怎么样的陪伴 的度过 跟我先生 怎么样的陪着我们度过 让我来说一下 我的孩子的成长过程 这个就是 我先给你分享 我这个的孩子的照片啊 这个是 我的这个的大女儿 小女儿 她们好可爱 好多好多照片 今天我拿回来看 真的非常的开心 还有这个是2011 2011 2004年 我这个boyboy 东东又出事了 看到他们这些大姐姐 大 这些的 很感恩 然后还有 到今天 你看 好可爱 对不对 这个东东 真的真的 我把我看到这些的照片 这个在上线中的时候 我再一次的 来想起 我这些的 整个的过程 在这段期间 我感恩 上帝看顾保守 我还是健健康康 还去去做 我这个的 这个的 所谓的 母亲 这个女王 在家里 所以我的孩子 她们都很听话 很乖巧 虽然当 有困难的时候 有摩擦 有勾心 有斗角 有说我唠叨 也好 到现在 今天 她们已经去 有去上班了 也有 在读书当中 我看到她们的成长 我非常的感恩 没有任何的厌言 这个是我一生中 上帝给我的产业 我只能够接 只能够来享受 上帝给我的这个产业 非常的谢谢 阿宝父神 一直以来 看顾保守 在这里 我要祝天下的母亲们 母亲节快乐 我们一起的加油 我们天天过着 开开心心的生活 阿们 让神的爱 去世来浇灌 充满我们的 每一个的家庭 把一切荣耀都 归给神 阿们